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 6月4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看中国网站 还有这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都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美国总统 这个前总统川普 川普前几天呢 在这个舆论圈子里面 发了一个 奇谈怪论 说到8月份 就能有可能回来 重新这个掌权 随后他这些文章就删除了 自己一个 发表言论的平台也关闭了 没想到今天 又有川普的消息 传出来了 说是川普呢 在6月3号 在社交媒体上写到 说现在每一个人 甚至所谓的敌人都开始说 川普总统关于中国病毒 来自实验室的说法 是正确的 福奇博士和中国之间的同信 发出的声音太大了 任何人都无法忽视 这中共呢 应该为他们造成的死亡 和破坏向美国和全世界支付 十万亿美元 我的天 这可是一个十兆美金 你想 这个数字 今天报道出来 根据美国政府官方的数据 美国的纳税人就花费了 十三万亿美元用来抗议 就抗击武汉病毒 大的意义 确实 你想 自从毛泽东到现在为止 中共这个建政以来吧 历任的领导人 就到了习近平这一期 出这件事是最大的事 其实我现在就想 就很遗憾 那时候你想 如果是春节团拜会那个时候 能听从 包括老江在内的 异议人士的批评 就没有今天 我记得那时候就发表一个视频 叫什么 停止团拜救救武汉 对不对 那时候还来得及 我曾经我记得 我还提个建议 说是 这个 那四万多 就援助 武汉湖北 抗议的 就有工资 自私吧 就那义务人员 胜利凯旋的时候 说先不要召集凯旋 采取自愿的原则 有的人愿意继续 留下来 到美国来帮帮忙 分到各个 美国各个州去 也像中国防疫那样 雷神山火灵神 搞得一下 我说这个就缓解这矛盾 大家可以回番 我看的那些视频 我那些视频 都保留在YouTube网站上 这证明什么 我当时讲的是对的 但是你说谁停 没有人停的 习近平 这个机器团队 哪有时间看我们这些 小平台的杂音 是不是 这个意孤行 搞到今天这个程度 你说怎么办 你看这个文章怎么讲 他说这个 根据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 到了6月3号 因感染这个病毒的 美国人接近60万死掉了 你就想这个结果 多么惨 全世界死亡370万 对于感染人数统计 美国有3300万 全世界超过1.7亿 这是历史上紧接的 针对6月1日开始曝光的 辅奇博士大量电子邮件 川普总统通过 发表声明的方式 提出他的看法 因为他是前总统 他说看到邮件 感觉我们的国家很幸运 他开始自我催 他说因为我没有做 这个辅奇博士 想让我做的事情 例如我很早就关闭了 我们对中国的边境了 尽管辅奇不想让它关闭 的确这个川普做的 对了不得 但是川普是听心的 随了一些班农的 班农听谁的 就是郭文卫团队 关于严厉梦的报告 严厉梦的消息 所以这一点是 确实是了不起一个举动 他说民主党人和假新闻 媒体甚至称我是仇外者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挽救生命的决定 他肯定了自己 当然他做的也对 接着川普总统提到 关于疫苗研发问题上 他没有听福奇的 川普说福奇博士 也没有重视疫苗生产的速度 因为他认为需要三年 四年甚至五年的时间去创造 他说我通过 惊喜速度行动 在不到九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 回想起来 疫苗正在拯救世界 刚才我在另一个节目 也讲到了 这川普了不得了 就有大爱才能办大事 然后我下了史上最大的赌咒 在我们知道疫苗 似乎有效之前 我们就订购了 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疫苗 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们的出色疫苗 要等到十月才会有犯法 现在还没有得到接种 但是现在已经拯救了 世界和数百万人的生命 确实这个了不起 川普还提到戴口罩的问题 夫妻在开始时 也与他相处 川普说 还有当我认为戴口罩 至少会有所帮助时 夫妻博士完全反对戴口罩 他后来彻底改变了主意 变成了一个激进的口罩人 这人都是经过教训的 这个有点长进的 这个我认为 这夫妻虽然是个资深的 这个医生 是一个防疫专家 但是往往这个人 就知名度到一定程度的思想 就去保守了 不太清楚和中国是怎么勾兑的 和总共收买的 收买到他这个年龄 这个情况还需要钱 也不是钱的问题 这个原因很多了 相信媒体会追踪 这篇文章写到说 福奇博士后来不仅表示应该戴口罩 还建议戴两个口罩 说最后川普总统提出一个更重要话题 就是关于美国资深中国武汉 病毒研究所表蝙蝠 这个冠状病毒进行功能增强的研究 川普认为这里有很多问题 需要福奇出来亲自回答 川普说有很多问题 必须有福奇博士自己回答 美国对武汉的资助 是从2004年 2014年由奥巴马政府愚蠢的开始 但是川普政府的领导被制止了 他说他给制止了 当我一听到那个事 我就说决定不行 福奇博士对功能增强研究知道多少 他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觉得这个川普把这个问题点到了实质 关于福奇在武汉病毒所的 冠状病毒功能增强严重增长 研究当中的角色 共和党人已经要求对福奇进行彻底调查 而舆论更要求对福奇进行犯罪调查 我认为应该对他进行犯罪的调查 不是一个小事 看看他在这里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如果仅仅是误派 就是好心 有经费了 愿意帮助帮助搞科研 没想到用于其他方向的 那另当别论 那么不过从川普这一次这个谈话当中 我又感到一个疑虑 就是他说这个 你看他使用这个词是什么 是这个实验室背系 他也没有明确说就是生物武器战争 这也是一个和严利蒙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了 也是一个比较实质性的问题 那即使是这样就算是无意的泄露了 那习近平也不可能赔这个钱 习近平现在什么都不认 不仅不认这个什么生物攻击 更不认也不认这个威胁了 还要让全世界学习习近平的防疫经验 还要感谢习近平 就讲好中国的故事 你说这怎么办 所以说我认为 不论是前总统川普还是先总统拜登 将来都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 90天以后 双方摊牌的时候 就是什么牌 你想想吧 就习近平这样 这个是好大习乎 刚鼻子有此死不认账 这就是鸡杯里山路不换钱 就是老不换钱 肩都磨破了也不换 就一路往前怎么走啊 你这个怎么办这事 这真是很大的事 而且川普讲的这十兆美金美元 你想都赔上以后 中国哪有这么多钱 是吧 现在西线往前都花光了 一带一路 有时人类病毒共同体 有时什么海上丝绸之路 有时什么胸安心去 就花钱的地方多着 现在又大外宣要花钱 你说哪里搞这十兆美金 那不赔了点朝商啊 是吧 最后给大家看看 这是网上截图 发广的一篇文章 过去我在坐牢的时候 发广是帮助我呼吁 所以今天我也这个回报 回报就发光了 那么今天呢 海外期待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